美國當然不信任賴清德 兩岸關係上來講 對於美方關係上來講 他不是一個穩定安定的人選 因為顯然他的所作所為 沒有辦法維持現況 那你說這個狀況之下 美方要怎麼安心 今天以美方的角度 當一個要參選中華民國總統的人 說中華民國是災難是神話 他不嚇死了才怪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日前在辯論會上提到 把中華民國憲法 當作兩岸護國神山 會給台灣帶來災難 此話一出引發熱議 資深媒體人張宇軒則認為 賴清德從頭到尾都在走台獨路線 與美國希望維持現狀的理念 背道而馳 並直言賴清德 並不是受美國信賴的總統人選 因為蔡英文跟賴清德的路線不同嘛 賴清德他這個 包括他所謂的中華民國憲法 會帶來災難 中華民國憲法是神話 這些說法都叫做台獨路線 但最重要的是什麼 要說服美國 因為就如同蔡英文在2016年 大家不要忘了 其實原本美國不信任蔡英文 2012年的時候 一樣是Financial Time 金融時報 一樣是Catherine Hill 曾經點名蔡英文說 美方認為她對兩岸關係不利 她如果當選對兩岸關係不利 後來蔡英文有沒有當選 沒有 蔡英文落選 所以16年的時候她修正了 她去到美方之後 她修正透過幾個方式 第一個 我會依據憲法 對不對 再來我尊重92年的歷史事實 然後我會維持現狀 蔡英文撇除掉自己獨派的疑慮之後 才成功的選上嘛 但如今這個老毛病 原本蔡英文千倍輸萬倍輸 找來蕭美琴 找來一堆人 好不容易把賴清德這個金孫 這個台獨金孫 拱上去了 結果沒有想到她自己現在又什麼 所以你看到最近賴清德一直平民失控的原因 不只是對外 對外來講 我們講兩岸關係上來講 對於美方關係上來講 他不是一個穩定安定的人選 因為顯然他的所作所為沒有辦法維持現狂 美國當然不信任賴清德 美國的利潤基礎很簡單嘛 以美國利益優先至上 這是美方對外政策一向要做的 而過去美方在玩的牌叫做抗中牌 所以過去抗中牌的時候 台灣會是一個很好的錨點 那那個時候蔡政府跟他們配合得當嘛 但帶來的後果跟帶來的下場 也就是帶來台海的兵兇站位 但與此同時 什麼時候是一個爛傷 裴洛西來台是一個爛傷 因為裴洛西來台那件事情之後 基本上已經成為負面的資產負面的效果 因為拜登政府並不認同裴洛西來台 當時蔡政府的確邀請裴洛西來台 但是拜登政府當時是反對的 那拜登對於裴洛西也沒有辦法控制 甚至在國內還因為這件事情 引起軒然大破 那至此之後 你仔細看現在中美之間的關係 就鬥而不破嘛 就是說中美雙強之間 即便上過去維持著競爭關係 但是已經沒有如同所謂的反中牌 抗中牌這麼強烈 而對於現在最終拜登政府即將要 自己要競選連任 而競選連任現在與中國大陸和談 這是一個主調 這是一個基調 就是要維持雙邊對話的基礎 不要再發生衝突 所以這個時間點 賴清德的問題並不在於說 他會迫害台海和平 而是在於說賴清德的問題 會影響到民主黨 影響到拜登自己個人的選情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你仔細思考一件事情 他所期盼的是一個維持現狀 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如同蔡英文路線的總統 蔡英文路線的理文本就是 你要繼續聽美國的話 你要是可以掌控的 你不能是unpredictable 但是賴清德現在就是unpredictable 你今天一下會說他走路白宮 一下說憲法是神話 一下說憲法是災難 這些東西你可能不知道 包括世界各國BBC 然後各國的東南亞 韓國日本 媒體大家都在看這場辯論會 他不是只對台灣人 可是對於賴清德而言 他只把自己的想像空間 侷限在選舉語言裡面 當他講說中華民國是災難的時候 他其實在想選舉語言 他只想說我要怎麼樣 才可以去打擊國民黨 打擊九二共識 但他沒有想到的是 自己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的影響層次是 世界各國如何去看待這件事情 我就反問 我們台灣人還可以 中華民國人還可以理解賴清德的脈絡 今天以美方的角度 當一個要參選中華民國總統的人 說中華民國是災難 是神話的 他們不嚇死了才怪 所以現在真正的最大問題在這裡 那以前有一個蕭美琴 至少可以得到保障 但後來發現蕭美琴 現在也沒有辦法 蕭美琴他包括自己在辯論場上 對於兩岸對於外交 對於個人自身辯護的論述 事實上都很不足 我覺得無信義表現都還比較好 那你說這個狀況之下 美方要怎麼安心 他勢必會造成未來 甚至是我覺得不要講說湘婷 他會不會再發一篇 如同當年 刺責蔡英文的那篇重訊 我都打上一個問號 我都覺得這個很有可能會發生 謝謝 謝謝 謝謝